大家好,这是小布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道家思想的经典 庄子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庄子《庚商储》这一篇 这是庄子杂篇的第一篇 庚商储其实是一个人名 传说是老子的一个弟子 有的人说是储国人 有的人说是成国人 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这一篇讲的是老子和庚商储的一系列对话 庄子借用了他们的对话 来产生了道家思想的智慧 第一个故事是庚商储讲自然之道的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第十七篇中说 在这里老子将统治者的境界 划分为了四类 最好的统治者 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其次的统治者 人们亲近他并称赞他 再次的统治者 人们会畏惧他 更吃了统治者 人们会轻蔑他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 人们才不会相信他 等到大功告成 诸事顺利之后 百姓都会认为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在这里功成似水 百姓皆为我自然 这是道家思想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境界 最好的统治者 就像水和空气一样 大家都是习惯了 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就像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基于道 在这里庄子通过根商储的一个故事 来阐述了这种境界 根商储有很高的德行 他隐居在北边的蔚蕾山里面 他的卢谱里面 如果有炫耀才智的 他就会让他们离开 有人标榜仁义的 他也会让他远离自己 根商储在这里隐居了三年 这里的人年年丰收 于是有人就传言说 是因为根商储到了这里 才让人们变得富足有余 于是根商储就变成了圣人 大家像供奉神灵一样 供奉他 像对待君王一样的尊重他 但根商储听了大家的讨论之后 感到非常不高兴 弟子就感觉很奇怪 根商储说 春天的时候百物生长 生机勃勃 秋天的时候 庄家成熟 果实累累 春天和秋天的变化 是自然规律的运行和变化 我听说道德修养极高的人 就像没有生命的人一样 虚淡宁静的生活在陡石的小屋里面 而今天 大家把我列入了圣贤的行列 把我供奉起来 我并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是遵从了老子的教诲 所以我不高兴 第二个故事 是关于自然之得的故事 根商储有一个朋友 听了根商储这一番话之后 感叹说 像我这样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要怎么学习 才能达到你的老师 也就是老子这样的境界 根商储说 全乳行 抱乳生 无死乳失 绿盈盈 意思是说 保全你的形体 守住你的本性 别让你的思虑陷入困惑 这样下来 你三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了 全乳行 抱乳生 无死屡失 绿盈盈 这句话和庄子达生里面说的 复行权精附 与天为一 其实是类似的意思 这里的行权和精附 就是身体和精神 保存完整统一 心无杂念的意思 当你的精神和身体 就高度集中 没有任何多余的 思心杂念的时候 就能和大自然 合而为一 就能获得自告的智慧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 也说了类似的道理 老子说 知其雄 守其词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得不离 富归于婴儿 婴儿的状态 是完全自然的状态 婴儿整天哭闹 但是婴儿的嗓子 不会撒痒 婴儿整天握着拳头 双拳也不会弯曲 这就是他们自然本性的体现 婴儿行动时 不知道要做什么 走路的时候 不知道要去哪里 像这样 福不会到来 祸也不会到来 对祸福都没有感知 就没有人可以伤害了他们了 第三个故事 是关于求知的态度 庄子在庄子养生主里面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庄子说 我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代也 意思是说 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知识是无限的 用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必然会失败 这的话听起来有点消极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当然不是 庄子不主张学习和进步 其实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有能力的边界 不要过度追求 自己所达不到的边界 人要有自知之明 这是一种智慧 而庄子在这一篇里 也讲了一个故事 庄子说 知道停止于自己 所不能知道的领域 就是最高的智慧 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么做 自然就会限制他们 让他们失败 就像古希腊 斯多国学派的 一句名言说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 而改变可以改变的一切 这是一种智慧 第四个故事 是智慧源于良知 我国古代的新学级大成者 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 智良知 什么是良知呢 良知这个词 最早是源于梦子 在梦子的静心上 这篇中说 人知所不能学 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律 而知也 良知也 而这里的良 就是指天生本然 不学而得的意思 不是善良的意思 知可以理解为智慧 而良知 直译过来就是 天生本然 不学而得的智慧 而知就是达到的意思 而合起来 赤良知的意思 就是说 行为要达到良知的要求 你就能获得天然的智慧 知良知 是一种向内求知的过程 王阳明认为 我们的内心已经拥有了无穷的智慧 只要摒弃外在的诱惑 我们就能直达内心 挖掘内心 无穷的智慧 所以王阳明说 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 王阳明的知良知 是一个向内求知的过程 其实庄子的道家思想 也是一样的 庄子说 如何才能领悟大道呢 秉除意志的干扰 解脱心灵的束缚 遗弃道德的千类 打通大道的阻碍 庄子说 高贵富有 尊贤 威严 声明 利禄 这六种情况 全是扰乱意志的因素 容貌 举止 美色 词礼 气条 和情欲 这六种情况 全是束缚心灵的因素 圣恶 欲念 欣喜 愤怒 悲哀和欢喜 这六种情况 全是牵连道德的因素 离去 靠拢 贪取 私语 自律 忌冷 这六种情况 全是阻塞大道的因素 摒弃这四个方面 和六种情况的干扰 内心就会凭震 内心凭震就会临近 临近就会明测 明测就会虚空 虚空才能做到无为 而无不为的境界 所以庄子说 知识来自于内和外的连接 智慧来自于内心的礼物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接下来我会继续分享 庄子的其他精彩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